总统蔡英文今天率团出访我国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地尼王国 而蔡总统也寻惯例登机前在国门发表谈话 强调这回出访设下了两个目标 除了同庆两国建交55周年的邦誼 也要促进永续合作 在出发前非洲有11国超过80位政要 透过联合声明及致函 对蔡总统出访表达欢迎 向大家挥挥手再踏上专机 总统蔡英文启程出访我国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地尼王国 四天行程除了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蔡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出访也要持续促进两国合作 台湾和史瓦地尼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即使面对疫情的挑战 我们在公卫医疗 妇女父权 农业技术等各领域合作 从不间断成果也越来越丰硕 欺骗中央到地方都跟十国深化伙伴关系 高雄市长陈其满也随团出访 访团出发前更有非洲11国超过80位政要 透过联合声明及致函对蔡总统出访 表达欢迎 外交工作是一步一步的累积 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但不会停下来 我们会更坚定且自信地继续往前走 让世界看见台湾稳健良善的力量 中国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 蔡总统出访顾邦宜 同时防止中国再挖我国外交强叫 介绍民萧维生随团采访报道 北节文湖县出状况 早上8点21分正式上班族的通勤时间 北节文湖县建南路站往南港方向月台 一班列车发生车门关闭故障警讯 临时安排将车上约260名乘客 换乘另外一班列车 虽然处理时间只有3分钟 但一度造成月台上塞满了乘客 上班族也抱怨连连 列车进站后车门却迟迟没关上 乘客在车内苦等但还是没有动静 上班课尖峰时段再度碰上北节出包 上班组好无奈文湖县 全线大乱 一班列车卡住 其他班次只能被迫减速 文湖县等车时间拉长 中校复兴站瞬间被击爆 常常排队人龙绵延到首幅滴 仿佛跨年夜的人潮 让乘客一个头两个大 北节解释 这班往南港展览馆方向的列车 在建南路站因为车门关闭故障警示 只能先请车内约260名乘客 先行下车改搭下一个班次 行控中心也有加强广播 加派人员引导并调整班距 但近期北节事故事件频传 文湖县光是八月就发生了三次 因为列车出状况导致停驶 其他路线也发生过两次 虽然都没有酿成大事故 但民众开始质疑是否因为北节列车过于老旧 有问题一大堆 列车发生车门关闭故障警示 详细原因将于送回机场后相查 碰上北节再度出包 通勤族们也只能摸摸鼻子 自认倒霉 接下来台北继续报道 台南号称全糖城市 不但饮料可以挑选甜度 现在就连春卷也可以调整 有网友在脸书贴上了春卷店家的甜度表 除了正常的十分糖 再往上还有超甜的二十分糖 甜度直接double要加五块钱 在地人眼尽认出这是位在国花街超过六十年的知名春卷老店 还曾经是台剧俗女养成记 女主角嘉玲指定要吃的超甜春卷 先起讨论 润饼皮包进菜丝 蛋皮 黄地豆和猪肉 最后撒上的糖粉 是整个春卷的灵魂 有些民众吃春卷喜好糖粉多一点 据有网友在脸书分享 台南这间春卷店居然可以调整甜度 甜度表八种甜度 从正常的十分糖 往下有微微糖和无糖 往上则有多糖和超甜 而超甜的甜度直接double 变二十分糖要加五元 有民众就爱这一位 贴文一出 网友马上眼尖发现 就是位在国华街超过六十年的知名春卷老店 还曾是台剧俗女养成记 女主角嘉玲指定要吃的春卷 无虾多豆超甜款 这回甜度不要在网络曝光 再度掀起讨论 你都吃多糖的 对 口味的关系 很一定比较好吃 你的饭不吃得甜 没有 吃得甜的 正常年就是一个汤匙 多糖就是变成 你可以两食 甚至更多都没关系 台南人特别喜欢吃点 其他春卷业者表示他们加糖不用钱 但如果要加料就要多十元 都能客制化调整甜度 这回甜度表超甜二十分糖 让网友笑翻 再度验证台南果然是全糖城市 就好奇谈报道 苗栗县院里镇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 再过不到十天就要登场 却紧急喊咖 院里市场委员会在脸书上公告 今年要停办 禁止摆摊 这让民众非常错愕 初不了解原因是 自治会认为他们只负责市场摊贩 但公所却建议要保险 要制宫跟灭火器 还要控管人潮 避免踩踏问题 觉得责任太大了 所以决定不办 空拍角度 院里镇灯火通明 像是不夜城 人潮绵延将近一公里 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 被封为日本动画电影 《神影少女》中的场景真实版 吸引上万人次前往朝圣 白天看还有散海装置艺术 美不深收 今年大家引颈期待 偏偏不到十天就要登场的 鬼门关夜市 紧急喊咖 院里市场委员会在脸书公告 今年要停办 禁止摆摊 让人错愕 市场民众议论纷纷 他们说公所建议要保险 要制宫 灭火器 要控管人潮 避免踩踏问题 委员会只负责市场这边 其他临时来摆摊的 要他们怎么控管 责任太过重大 干脆不办 希望把政公所 还有自治委员会 希望能够达成一点共识 尤其你的这边朋友 跟市场的朋友 那也一直在跟政党这边 有建议想办法 看来把他接办起来 院里政公所表示 今年的装置艺术 还是会照常办理 至于夜市部分 现在也有人表达意愿 要接手协助举办 毕竟年度限定的 鬼门关夜市不办 民众大喊可惜 期待还有转还 记者张鑫杰 妙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